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多謝大家 今天的題目就是人工智能和舉陣 首先會講一下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歷史 然後會分享一下我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 和舉陣有關的 這個 slide 其實可以在我們部門的網站下載 好的,開始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講的outline 其實是兩部分,剛才講的 首先是講什麼是AI 三個基本問題 什麼 為什麼 還有怎樣 然後就講我關於AI研究 跟舉陣有關的 這個舉陣就是matrix 我們會用一個所謂low-ranker matrix 有兩個問題會講的 一個就是 approximation,近似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recovery,就是恢復問題 然後我講完之後就會講一些相關應用 最後就會講一些參考資料 什麼是AI呢? 其實AI這件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實不是很新的東西 剛剛開始的時候,1956年就開始這個 term 那個發現就是,那個出現就是一個 Dashmark的conference 就是一個美國,Dashmark的地方 一個會議 1956年最初出現 所以你想到1956年最初出現 其實就是,AI不會新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AI是第三波 第一波呢 先講一下,AI的基本定義 AI基本定義就是 如何令到電腦可以好像人類似的思想 現在是第三波 先講一下第一和第二波 其實第一波是什麼時候? 第一波發生的熱潮大概是1950至1960年 這個熱潮其實很快就過去 大概在1970年的時候就開始由高峰跌到所謂的寒冬潮 問題是為什麼會有寒冬潮?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技術 能夠解決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一些實際的問題是解決不了 第二個AI的熱潮大概在1980年裡面出現 那時候主要推動的技術就是Expert System 就是專家系統 但是這個專家系統其實要做是很艱鉅的 就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要首先從人類專家 就取得他們的知識 就是那些專家可能是律師 可能是醫生 從他們取得知識 然後將知識轉為一些程式 所以其實你想到這個過程 其實很費事費力的 所以最後這個專家系統 那個普遍成為可用性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到大概1995年 就進入AI第二波的寒冬潮 那我們現在呢 我可以說現在就是AI的第三波 現在也是一個AI的二潮 大家看報紙的新聞 個人認為就是有三個推動的原因 一個就是大數據 一個就是大數據 一個就是高的運算能力 第三個就是深度學習 就是深度學習 這些我後面會多說一些 這個圖其實可以很簡單 剛才說回AI的歷史 我們現在就好像大概這樣 對不起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有些人身為你看報紙 有些人會覺得AI很厲害 人類可能遲些沒工作 或者會滅亡 其實在之前那兩次 其實大家 高峰期大家都有這樣的 人類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接著發覺AI都不是雙中那麼厲害 所以很快地熱潮過去 就會覺得AI只是一些騙子 不知道今次是怎樣呢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圖畫 去表示AI的發展 就是這樣 1962年就是第一波 1997年第二波 現在就是第三波 就是第一波的AI 其實能夠處理的問題 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以這個棋做個例子 就是只能夠對付到西洋跳棋 那第二波呢 就可以更加深一點 那就是1997 那就可以對待到國際象棋 到贏一錄 那如果你看新聞的電視 Google AlphaGo 就贏了人類那些最高的危機高手 那現在你如果最近 譬如上兩個月看報紙 可能你見到AlphaGo 已經進化到 所謂Alpha Zero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AI的程式 那 那 那我現在再講幾個相關的 AI的 就是 其實 大家有時候很多時候 在新聞報紙都會聽到的 那第一個就是Machine Learning 就是機器學習 那什麼叫機器學習呢 其實機器學習其實就是 就是AI的分子 就是機器學習是做AI的 那機器學習做什麼呢 其實是專注 就是怎樣教電腦 去學得人 怎樣去學東西 那包括怎樣學新的知識 新的技能 還有怎樣可以不斷地去改進自己 那第二樣的名詞就是Deep Learning 心度學習 那心度學習其實都是屬於Machine Learning 屬於機器學習的 它是機器學習的其中一個方法 其實是現在一個非常隱瞞的方法 那它就有兩個元素的 我覺得 一個元素就是所謂New World Work 就是 神經網絡 另外就需要很多的訓練數據 一會兒我會說多些Deep Learning 那第三個名詞 你們都常常看到就是Data Science 數據科學 那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方法其實很廣大 包括了統計學啊 包括了英用數學啊 怎樣去將這些數據表象出來 怎樣去辨識的物件 怎樣去機器學習 以及怎樣去有高性能的計算 那這些醫學科最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目的就是要怎樣去在數據裏面 去明白數據 這些數據可能是一些很巨大和很複雜的數據 第二目的就是從這些數據裏面 就找出一些有用的資料 就方便去做一些決策的 那第四個名詞呢 大家都會常常看到就是大數據 Big Data 那這個意思是指什麼 就是一個很巨量的數據 這些數據可以是有Structure的 或者是沒有Structure的 或者是中間的 那什麼是有Structure呢 那我們常常看到就是 比如你用微軟的Excel Excel file是一些有Structure的 有些沒有Structure的數據 有些什麼沒有Structure的數據 比如你Facebook 社交網站 你給留言 點讚 這些就是沒有Structure的數據 那樣 大數據就是說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 很大量的數據 可以Structure 可以Unstructure 或者是中間的 SemiStructure 那我們從大數據裏面 想怎樣呢 就想找一些有用的資料 因為這個數據就太多了 而且它不是Structure 所以一般傳統的那些數據處理方法 是不可以處理這些數據的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為什麼要AI呢 或者AI跟我們 就是AI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重要呢 以及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呢 很多的周邊都是充滿了AI的產品 那要舉一些例子 譬如我們有一些智能助理 譬如你們會有Apple的 有iPhone的 都可能會用Apple的Siri 其實微軟都有相關的智能助理 它叫做小兵 那麼百度都有的 這個叫做DOS 那麼新聞裏面呢 都會有AI的元素 譬如新聞裏面有些 Yahoo的Sumi呢 就會將你的一段很大的新聞呢 就撮成四十字內 為什麼撮成四十字內 為什麼四十字呢 就方便手機看那個新聞的主要 那麼大陸的今天頭條呢 就會可以幫讀者提供他想看的新聞 那麼一個叫Altomated Insights 這個軟件呢 其實它是一個AI的新聞寫作的軟件來的 就是可以幫你寫新聞 你給一些提出 就是給一些資料去變成新聞 那麼在ComputeVision的應用呢 就會包括是怎樣應養啊 Google Photos 就是給你一大堆上去 幫你上分類 這些有小鳥的 這些就是有水的 那麼Amazon你聽過 就是無人的超市 就是沒有一個 就是不需要操作員的超市 那麼Amazon Go 那麼一些是 一些關於娛樂 或者是一些藝術的apps呢 你如果聽過就有Pisma 就是把照片變成畫的 那麼香港就有上市公司的味道授賞 那麼就把一些人的樣子變成美女俊仔 那麼Search Engine都是屬於AI的 那麼如果大家經常都會用 找東西都會用Google 其實Facebook也有個差不多 叫Bear的 它都是Search Engine 那麼翻譯系統 翻譯的軟件有 譬如大家用Google Translate 可以把一篇英文文章變成中文文章 那麼語音的翻譯都有的 叫Uni 那麼我們要把一種語言 即時回到另外一種語言 那麼無人駕駛車都是AI的產品 那麼有Tesla的Auto Pilot 那麼Google也有一個Waymo的車 都是無人駕駛自動車的 那麼機械人都是AI的範疇 那麼有DHL的無人機去運貨 或者是Wonder Workshop一間出機械人玩具的公司 那麼它都有些產品是跟AI有關的 那麼這些圖可以見一下 那麼剛才說Pisma就是這個 那麼你譬如上去 透過Pisma軟件就變成一幅畫 那麼這個就是Uni的產品 那麼這個就是即時傳譯 就將一個英文Hello 你說Hello這個產品 就變成一個廣東話或者是本文 你好 那麼就是Amazon的一個無人超市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微塗手 這個就是真人 這個就是微塗手出來的結果 那麼這個就是智能助理 就是微軟的小兵 這個就是一個AI的玩具 這個就是大家經常用的 Google去找東西 這個就是Google的無人車 這個就是DHL的 用一些無人機送貨的系統 這些都是一些跟AI有關的東西 所以其實生活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接觸過AI的 那麼說一下就是AI為什麼這麼重要 其實AI在2016年有個叫做 是World Economic Forum 就是世界經濟論壇裡面 其實已經開始提及過AI 那麼其實當時說 我們已經是 現在已經在經歷著所謂第四個工業革命 那麼根據這份叫Future of Jobs Report 即未來工作報告 那麼會說一下這個第四次工業革命 其實有一些推動的元素 當中包括AI 機器學習 機械人 納米科技 3D印刷 基因 以及一些 Bio Technology 那麼這些就會將這些發展 會大大影響到現在的經濟模式 那麼其實如果我們勞動的人民 要生存 其實他們需要很大的適應 特別在未來的五年 就是在2011年打後五年 所以我們人類其實要預備 預備怎麼去迎接這個第四次工業革命 就是我們需要改變 那麼其實在中國裡面 也有說過是AI的發展 特別是去年 去年三月份 那麼在李克強 之後來國務院的總理 那麼在那個政府工作部局 那麼第一次提到AI的 他就說要加快發展AI的研究和發展 以及要將AI商業化 那麼同年七月 那麼中國已經就 有一個計劃 就是說要在2030之前 OK 或者2030之前 要成為AI的世界領袖 這個領袖不是 這個領袖是說 在科技上也會贏到其他對手 那麼你可張才知道 其中一個對手就是美國了當然 那麼希望那個產業 是有150個Billion的 那麼香港又怎樣呢 香港我們也會有很多AI的產品 或者AI的新聞 就這樣抄一些出來 那麼我們今年一月呢 如果大家有用過恆新銀行 就會知道恆新銀行有出出了兩個AI的 叫做什麼 助理 那麼他們好像人那樣溝通的 一個叫Howard Howard主要就是 針對一些銀行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譬如你問Howard可以去 說給你聽 一些Mortgage的計算 劉契案要計算 另一個叫DORI DORI主要是針對送用卡服務的 譬如他可以推薦你去吃什麼餐 或者給一些什麼 飲食有什麼優惠的 知道你的 同時其實匯豐也有一個相關的智能的助理 叫Amy 那麼我們香港的 應該日本 這個就是快速時裝 其實他在去年已經開始要認定是AI 只要用AI就做兩種事情 一個就是知道 顧客喜歡什麼衣服 從而其實他們的存貨就可以減少 存貨可以減少 那麼另外剛剛這個就是上海的新聞 從經事日報拿出來的 那就是德勤 大家知道德勤 德勤即是Deloy 是全球四大會計師 其中一間 他們是說明要需要人才 他不是要求核數或者會計人才 他要求ABCDR人才 是什麼呢 A原來是AI 就是人工智能 那麼B就是Brushing 區塊鏈 你們有時候看報紙新聞都會聽到 Calculinic就是C 就是雲計算 那麼Data and Analytics 就是數據分析 以及R就是工智能 那麼你現在看到 就是連一些 就是連一些 會計資料都開始 需要這個人才 所以來說 就是AI其實跟我們很有關係 以及都很重要 那麼跟著最後一個問題 AI怎麼去運作呢 那麼其實很多 做AI科技的 那麼這裡我就會講一個 就是最熱門的一個 就是深度學習 那麼剛才說深度學習什麼呢 深度學習其實主要是 Newer Network 就是神經網絡 那麼需要很多的訓練數據 很多的訓練 這些資料 那麼這個神經網絡的特別處 就是很多層的 那麼首先我會介紹一下 什麼神經網絡先 神經網絡其實是一個計算系統 那麼那個 那個來源呢 其實就是透過去了解 一些動物的腦袋 那麼這個圖裡面呢 就是表達了一個 是一個四層的 神經網絡 那麼其實第一層叫做Input Layer 就是輸入層 那麼最後一層叫Output Layer 就是輸出層 那麼中間有兩個Hidden Layer 就是隱蔽的 隱蔽層 那麼其實就是你看到 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 就有聯繫的 那麼這些圓圈那些 我們叫做Locks 就是折點 那麼第一層的折點 會跟第二層的折點有聯繫的 就是譬如第一層 第二層的A點 其實就會是由這些折點 成不同的Rate 不同的權重 加起來而出這個 所以第一層的數據 就會每一個折點 就會成為一個Wate 那麼加起來 就成為這個數據 那麼如次去推 這些折點都會這樣 由第一層的數據 就是產生而成 那麼第二層 第三層都是如次去推 那麼你看到這個神經網絡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如何決定那些權重 權重如何決定 其實就是透過那個訓練數據 譬如我 成經網絡要認數目字 零字搞 那麼我就會給一堆訓練數據 那麼我就會 input 一些零字搞的圖上 那 output就是真答案 那麼如果我們有很多零字搞的數據 那麼給一些答案去 那麼經過一段時間呢 他這個訓練就會給了所有的權重 那麼這個神經網絡 就能夠適應數目字 零字搞 那麼 這個只是四層而已 那麼現在說的那個deep learning 就是很多很多層的 一會兒會再講大家 講給大家聽大約多少層 那麼現在那個deep learning 為什麼會這麼流行呢 其實主要在兩個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是一個我們會用 就是真的會用的實際應用 第一個就是那個是在語音辨認 就是無論是英文或者是普通話來口 那麼 現在那個突破去到 就是大概去到95%的準確度 那麼其實95%的準確度 和人差不多 就是人的聽話的準確度 大概都是95% 那麼你這幅圖看到的發展是怎樣的 那麼現在是由1990開始 那麼之前就用 就不是用心度學習的方案的 用一些統計模型的方案 那麼你見到統計模型的方案 大概最多大概是 大概兩成五差左右 就是八成準確度 但是用了心度學習 你見到其實可以去到 其實可以去到 不斷地減少五差 那麼現在那個五差大概是5%左右 所以在語音的辨認裡面 是一個突破 那麼第二個突破就是圖像辨認 那麼一個例子就可以用這個 一個很出名的比賽 那麼叫做image 的large scale的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一個很出名的比賽 大概兩成多 就是大概只有七成多準確 那麼你見到突然間 2012年開始用這個 deep learning了 OK 那麼就見到 就可以drop了10% 那麼其實現在不斷地 到2015年 Microsoft的weslet 已經可以把五差 就縮短到3.5% 那麼你見到 那個準確度其實跟 神經網絡的層所慣的 譬如2012年和2013年 它只要用八層的神經網絡 那麼2014年 就十九層 那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改善了 那麼2014年22層 是Google的 那麼到2015 就是Microsoft 就152層 那麼你見到 其實需要很準 其實那個new network 其實需要很多層數 那就是說 如果對回剛才這個呢 大概來說就是 不計input layer和up layer 中間的heating layer 就150層 那麼再說多一點這個image 的資料庫 其實它大概是超過一千萬幅圖 那麼其實就是說 給我們聽呢 如果要訓練這個 這個new network 其實需要很大的 很大的訓練數據 那麼你這個也看到其實一些 科技呢 尤其是巨大的科技有著數 譬如Google 或者Facebook有著數 因為他們呢 是可以拿到很多的數據 譬如Google 它可以透過我們 就是用家去找東西 去找到很多數據 那Facebook 我們可以 是有很多 跟人的intervention 去對外來找到 就是這些數據 所以這些大公司 其實可以拿到很多數據 那先說了 Microsoft的reslet 它有150層 那麼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需要很大的計算 那怎樣去處理計算問題呢 那麼一個方法就是 將那個計算 就可以打散去計算 就是分好 很多部電腦計算 那另外可以用一些圖像處理器 去做GPU 那另外可以用一個 混計算的方法 都可以去解決這個計算問題 那怎樣去解決那個大數據問題 就是要說 就是超過千萬的圖像 那麼解決問題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怎樣將那些資料去交換 怎樣可以儲存這些資料 特別在網絡裡面 那麼你看到就是 喼女人來說 本身就是 你看到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需要很大的 層數 還有因為 每一層和一陣之間 要找那個權重 那需要很大的計算 那這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心頭學習 它寫一個是 很多層的發展 那麼它需要很多資料去做訓練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講一些 是跟我做關於AI的研究的 那麼這個研究是跟那個 舉陣有關係的 所以首先要講一些 就是舉陣的資料先 那麼 開始之前就講最簡單的一個 就是標量 scaler scaler scaler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數字 或者一個符號 數字可能是3,6,4 這個數字 符號可以是x,beta 這些可以符號 那麼 那麼 定了scaler之後 我可以講vector 如果大家讀過 就是中學 可能讀過一些 advanced math 的時候 都會知道什麼是rector 其實rector 就是一寸 一寸 一寸的scaler OK 我們叫做one dimensional 一寸空間的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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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ector 可以打橫的 這個就是打橫的 OK 它有五粒 那就是一乘五 可以打動的 那就是四粒 四乘一 可以說 可以是數字 可以是symbols 這個就是rector 那什麼是舉陣呢 舉陣其實是一個 就是兩寸空間的伸延 那就是說 这个matrix 就是有 有多一個rv 有多一個colum 打橫的我們是worx 打動是colum 那retter來說就是 sorry matrix來說就是 有多一個rv 多一個colum 那這個情況 你能看到這個是有 三個rv 有四個colum 我們寫一寸的size 大小就叫做3乘4 你看到3乘4就是表示了Dimension 而且你看到这里有12个数字 3乘4就是12 其实很多数据都可以用Masics代表 这是一个简单例子 就像我们的成绩那样 比如说一个学生叫Alex 他有中文、英文、数学和通识 中文70分,英文60分 数学80,通识70 我们可以用一个圖表去表示Alex 这四课分 第一个代表是中、第二个英、数、通识 如果以Gray来说可以是一个Symbol代表 也是一个Wetor B、C、A、B 如初来推,如果有一班学生 我们可以用一个Matrix代表 比如有三个学生 Alex、Bow和Carol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Matrix代表是D分数 第一个Bow代表Alex的分数 第二个Bow代表Bow的分数 第三个就是Carol的分数 第一个就是中、第二个英、第三个数 第四个就是通识 可以用一个Gray去代表 我们经常用Excel file 都可以提升一个Matrix 所以来说 其实很多数据都可以表达成一个Matrix 或者举折 或者举折 接着说一下 因为我会说下低跌的举折 先说 没有说低跌的举折 之前 我会说一个所谓Full Rank 即Full Rank的Matrix Full Rank的Matrix 如何定义呢? 就是它的Matrix 就是Column 或者是Row的距离 哪个小 例如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Row有三个 Column就是四个 这个Matrix是Full Rank的 这个Matrix的Row就是3 OK 下3 如果Matrix是Full Rank 就是说它所有的Row 所有的Column 它们是没有相关的 所有上来说 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就是它们没有相关 说了Full Rank 现在就可以说 是什么叫Low Rank 低跌 低跌就是说 Rank是小过M和N 可能小过多 那么这个 举震到Low Rank的时候 是有什么表示呢? 就是说 就是那些Column 或者Row是有相关的 那么这个举个例子 是一个Low Rank的Matrix 那么这个是一个Matrix 你见到有五个Row 有五个Column 那是五乘五的 但是这个Matrix 的Rank是5 是2 那么怎么可以知道呢? 我可以做一次给大家看 那么我们看Row 就是看大纹看 那么其实呢 所有的Row 都是由第三个和第四个组成的 如果我们认真看看 譬如第一行 第一行1111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由第三个Row 和第四个Row 那么双加 0加1是1 1加0是1 0加1是1 1加0是1 0加1是1 所以由第三和第四个Row 两个双加之后 就变成第一个Row 那么 举例是第二个Row 1、2、1、2、1 其实将第三个Row 就配带了 1倍 即乘2 再加上第四个Row 就出现1、2、1、2、1 那第五个Row 就是差不多 是由第一个Row 再加两倍Row 这个Row 加上就是2、1、2、1、2 这就是所谓的Linear Dependence 就是说 有些Row 或者Column 可以由其他的Row 组合而成 我们就叫做Linear Dependence 往下看 其实很多现实的数据 都是Linear Dependence 都是Linear Dependence 接着会讲一下 如果一个举阵 是Linear Dependence 有什么表现 我讲一下这个 因为一会儿 那个方法 是会根据这件事的 如果一个举阵是Linear Dependence 它们可以写成两个举阵相乘 比如刚才有X 虽然它的尺寸是5乘5 但是那个跌或一个Rank 是2 它可以写成两个Matrix U和V相乘 U就是一个5乘2的举阵 V就是一个2乘5 5乘2乘2乘5就是5乘5 那这些就 如果读过那些 可能DXC读过M2 那些都会知道做什么 但是大家可能就需要知道 比如如果一个Matrix 是Linear Dependence 它们可以写成两个Matrix 相乘 好 接着说一下 其实我们现实很多问题 或者很多数据 其实可以用一个举阵去表达 一个很容易表达的例子就是图像 特别一些所谓gray scale 就是灰阶图像 我们用一个8bit的灰阶图像去做代表 8bit 你只一bit 一个bit就是0或1 所以8bit其实有2的8次方的组合 就是256的组合 那么我们电脑通常会用0至25的 instead of 1至256 分别就是由0至25的数字 那么在gray scale的代表 0就代表全黑 全白代表25 那么你看到这幅图像 这幅图像就是看到 其实有大概这里打动的16 幅图像是12度 其实它有16乘12的一点 其实每一点就是一个所谓的pixel pixel就是不同的灰度 看到如果它很黑的 不是很白的 就是接近很白的 比较一点 就差不多接近25的 很黑的 就差不多很近0的 那么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一幅gray scale图像 就很容易转化成一个matrix 这个就是一个16乘12的matrix 这个matrix里面的数字 全部都是0至25中间 因为gray scale就是0至25 那么你看到这个例子 其实看到 就是黑白的图像 其实很容易用一个 或者很直接就可以用一个matrix 那如果是一些图像 它有特别的structure 比如它是有一些特定的图案 那它很可能就会设计的 稍后会举一些这样的例子 就是如果一些图像 有一些图像 有一些特别的structure 它会设计的 那我们讲一下视频 好了 视频又怎样可以变成矩阵呢 那大家都知道视频是什么 其实视频就是很多个image 在不同时间 就是在一起 譬如这个很简单的图像 很简单的视频 譬如有四个时间 时间一秒 时间两秒 时间三秒 时间四秒 每一个时间 每一秒我们有一个图像 那这些图像一起一起 就变成一个视频 或者视频 那么视频怎么变成一个矩阵呢 其实都很简单 其实就将每一个时间的image 我们叫做frame 变成一支vector 譬如这个时间一的 这个matrix 那我们可以变成一个vector 那么14 25 36 那就变成一支vector 那么这个frame2 时间在两秒的时间 所以这个video 譬如有四个frame 那我就可以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矩阵 那么如果你想象一下 譬如这四个frame 都是只有背景的 就是没有其他人移动 没有车走 那么这四幅图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变成了 其实这四支野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四支野是一样的 其实那个frame是一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推论 在这些视频里面 那个背景是一个低跌的元素 no-frame的元素 那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那这个就是说一下那个问题了 那首先说的问题就是一个近似问题 那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数问题 简单来说我们有的就是一个 所谓x 我们有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x我们得到的数据 一个matrix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matrix 是有两个元素 一个叫做l l是一个低跌的元素 另外q就剩下的元素 那我们这个问题呢 其实都和很多现实生活中有关系的 例如图像处理里面 那l就会有一些是有patterns 或者是有textual的东西 或者有些图案 那如果在视频处理里面 那l就可能是那个首先指的背景 那在这个low rank measured apposition的问题 就是要从x里面 x我们observe到的 那找到l 其实找到l 你就找到q 因为x-l就是q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刚才说 用一个fertalization方法 就是如果是low rank 就可以将l 设成u乘v 那我们的传统方法就是 做一件事 一个是数据问题 那我们其实要找一个v 和一个v 令到这个数是最小的 这个数是什么呢 其实做一些是 点和点双减了之后 就是次乘一次 加上去 我们要找一个v 令到这个数是最小的 那我们叫这个 叫做least square的方法 Ls 其实我们数学上也叫做l2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呢 如果是有些outlier 就是突然间很多数据很異常 其实不会有好的表现 但是不異常的数据 其实在很多情况出现 比如在图像处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图案 都会是一个outlier 如果在视频里面 一些在移动的东西都会是outlier的 所以针对这个least square 对outlier表现不理想 我们就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不用least square 用所谓least absolute division LAD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 我们找一个v 令到这个数据最小 第一个计法就是 不是做square 只是做一个绝对值的加债 可以用这个例子表达到 为什么用这个方案 是可以对待outlier 那我们就用一个方案 一个例子就是 如何去电线 那这些圆圈呢 就是我们一些获得的数据 那我们通常做实验 就是数据通常有不差的 那我们知道这些数据 其实是真正的模型 是一条直线 我们知道真正模型是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会尝试找一条直线 最可以配合到所有的点 那这里有10点 那现在黑色那条线 就是真条线 那圆圈那些就是我们计算的数据 但是这个情况呢 就有一个数据 其实R by R 有非常异常 非常异常 它是很大的 大到很重要 那 所以这个呢 就影响了一个结果 如果用N2 你会看到如果用N2 那条线呢 找出那条最优化的线呢 就是红色的 OK 那如果用绿色呢 就是用Absolute Division 你会看到它就像绿色 这条 那其实很接近真那条 那原理的原因是用LAD 会好一些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 因为这里就是要 这里的误差是会自成一次的 但这里的误差就没有自成的 所以你看到呢 因为Ls 它要处理一个不差的Square 其实它就要走 要将条线推上去 所以其实你看到 这个例子就证明到 用LAD 就会对待一些異常 是非常有效 那接着 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差不多的 或者複雜一点 就是叫做recovery 就是恢复一个轨陣 那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矩阵 OK 我们知道是Lawang的 还有这个矩阵 其实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 比如一些Question Mark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这样的矩阵 OK 我们知道是Lawang的 那我们呢 就要找这个Lawang的元素出来 部分出来 还有呢 我们要处理那些 就是找一些Question Mark的数值 所以看到这个问题就比刚才的问题更加有挑战性 因为第一 我们要找一个Lawang component 第二 有些Missing elements 在矩阵里面 那接着 我们的方法都是用回同一个方法 就是用回这个方法 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刚才那个恢复的问题 会有用 这个其中一个例子是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有用 其实有时你会看到一些图像 可能会花了 比如大家自己 是用了一幅图像 就是被画化了 画化了 ICCV2009 LRTC 就是看到一些画化了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可以 描述原本的图像呢 那我就靠留性这个恢复技术 但是虽然我们只要知道这幅 所以要是Lawang才行 OK 那我们讲一下结果 那我的算法不讲了 就是讲结果 那第一个应用的例子就是textual extraction 那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幅图 这幅图就是有棋和棋盘 那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图像可以用matrix来代表 那这个是377乘370的matrix 那我们用刚才那个 approximation的方案 那我们就可以将背景 或者texture抽出来 这个就是L 这个就是Q 这个就是X 就是对方刚才说 好了 X就是我们的原图 有棋 有棋盘 有棋盘 有棋子 L就是棋盘 Q就是棋子 那我们用这个方案 OK 就找到 分拆到棋盘和棋子 那因为这个是有texture 有structure 那我们用那个方式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算法 就将个Wank 就设置做2 那就可以将这两个分拆出来 那另外 刚才一个应用就是 将那个视频的背景拿出来 那我们用互联网两个open的数据 每个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 我们拿200个幅图出来 200个frame 就是连续的画面 那每一个画面 那个大小就是240乘320 那就 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将一个matrix变为vector 所以那个vector的size 就会是7680 就是240乘320 那整个大matrix 就会是7680乘200 因为我们有200frame 那先说了 那个背景就是low rank 那剩下一个就是所谓的科馆 前景 前景可以是什么呢 可能是在动的人 或者是在动车 那所以如果对回刚才那个表达 那X就是那个视频 L就是那个背景 Q就是那些在动的人 在动车 那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其中 那200幅里面 其中是落三幅 那左边就是我们本来的图像 就是本来的frame 那中间那个就是那个背景 那这个就是整个 就是两个加码就是这个 那你见到 这里就见到背景 就是见到都拿得很好 那那些在动的人 就是单车就是在这里 在动的 可以将背景和前景分别出来 那另外一个数据库就是 一个路里面 那我们可以将 用道路和邮近车分拆出来 那接着一个就是图像修复 那我们用回刚才的幅图 那这幅图 那这幅图的大小就是 247乘259 那我们增加一个难度 我们加一些雜讯 OK 加一些雜讯 这个就是我们 当我们收到的讯息 那我们的方案 那这个我们就设定个数据是六 那下面的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案 那特别是看这两个 那你见到这两个 其实我们的方案 其实能够 恢复到一个真的图像 你见到都可以表现得好 那SVP其实是一个 这个是现成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你解决 就是不可以解决到这幅图像 那最后讲一个就是推荐系统 那这个我就会用一个Netflix的Price 做一个例子 Netflix大家都知道 一间是示范公司 那这个Netflix的Price 其实是Netflix提出的 那奖金是100万美元 那那个目的呢 就是要准确找到 用家去对那些器的Price 那其实 其实只有五个分 就是一至五 就是五就是强烈推荐 一就是不推荐 那这个数据库其实也很大的 有超过一百个million的 rating 就是一百个million的一至五 那用家也很多 接近五十万 那电影呢 就有接近二万 那你见到其实 其实相对来说 五十万用家 二万出器呢 其实这一百个一百万其实很少 这一百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matrix 那就是五十万成二万呢 那这个一百的一百万 其实相对于一百百万的 那个matrix的entries 那就是说 如果我将这个变成一个matrix 那就是说有99%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就要找 要找到99% 那例子可以看这里 比如这个就是有四个人 Alex, Bo, Carol, Dave 那我们就 Alex就看了Godfather 和Beautiful Mind 这个就一 这个是四 那 Bo 就看了Beauty and the Beast 和matrix 那如果我们能够 fill up 这些数字呢 那我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们的系统 会不会推荐Alex 看这个Beauty and the Beast 就是我们计算完之后 recover分 如果是五的 我们当然会推荐Alex 看什么 一 我们不推荐 那就是推荐系统的应用 那说回这里 这里其实那个数据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们要用 计算的时候 就需要处理一个很大的大数据 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需要用云计算物 和一些分散的计算方法去计 那最后就讲一下参考资料 那如果大家对AI这个题目有兴趣 可以看第一本书 你可以复写的 人工智慧流料 或者第三本 了解人工智慧的第一本书 这个是日本人写的 这本有图书 即工程图书馆也有的 那接着是六和七呢 就先讲一个 aproximation 和一个 recovery 那个两个方案 那我们呢 就在城市学里面 就申请了两个专利 那十一呢 就先讲那个 Netflix Price 那我学生就是 一个毕业习俗 在2013年就做了一个 Netflix Price 他就用那个云计算技术 就做到那个效果 就和Netflix最好的那个 差不多了 那 那 那我就讲到这里 那多谢大家 好 好